第六百九十九集 我的兄弟们 谭谭傻笑了一声 这里是最适合我修炼的地方 等我的实力达到一定地步 我们一起出去 去找他们 他有些神网 其实我最喜欢跟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谢丹凤重重点头 你也要修炼的 来 你试试这门功夫 这门功夫 可是当年三星圣族的圣母才有资格修炼的 中三天 这是一片密林 七八个人正无限惶恐的在树林间奔跑逃命 刷了一声 一条人影落在他们面前 眼中神色满是冰冷杀机 你们几个混账 出言侮辱天兵阁 居然还想跑 这个人脸上戴着一个奇怪的面具 面具上放上一个狼头 狼头上刻着一个醒目的五字 正是天兵阁五阁主 狼公子 也就是以前的狼剑王座 鲁克迪 五个人自知无辜 咬牙切齿 狼公子 你们将我们的家族已经铲除了 难道非要斩尽杀绝不成啊 鲁克迪冷哼一声 哼 你们要是老老实实的家旗尾不做人 本作也不屑于对付你们 错就错的 居然大肆攻击天兵阁 那就是该死 五人同时大火 分五个方向围攻上去 好 坏得好 罗克迪一声长跳 一道闪亮光滑绕体而出 长剑已经出窍 光芒一闪 吭的一声 长剑入窍 罗克迪身子飘风一般的飞起 一闪上了树梢 再一闪 已经无影无踪 密林中 五个人瞪着不可置信的眼睛 手捂喉咙 下一刻 五个人的喉咙里面 同时冒出雪花 扑通倒地 天兵阁 如日中天 天兵阁的旗帜所到 各大世家都要让步 甚至就连暗竹 也对其礼让三分 这在以往的中三天 乃是绝对不可想象的事情 亡命湖边 孤独行 湿淋淋地从湖水中爬出来 一声大吼 将脚边的一块万金巨石 踢得粉碎 还是不能潜到底 孤独行痛苦地蹲下去 老大 你在哪啊 你到底在哪啊 他坐在亡命湖边 久久地凝望着湖水 直到天黑 孤独行才终于站起身来 一声击厉的长啥 孤独行深化见光 从亡命湖边飞起 闪电般地冲下山去 墨氏家族 墨天机坐在书桌前 宁眉沉思 在他面前一张白纸 上面墨迹林里写着几个大字 分明是一份工作还没有完成 墨天机正在筹谋 天兵阁第一年的修为目标 孤独行六品建地 季墨五品黄奏 奥歇云 墨天机想了半天 将兄弟们各自抱上来的目标 用毛笔划了去 将孤独行的六品建地 改成了八品建地 季墨的则改成了七 统统的又加两品 就算只到七品 也比六品高出一品 跟随九阶建筑 只有这么一点点目标 怎么可以啊 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先把修为提升上去 有人敲门 墨天机答应一声 一人推门走进来 伯父今日觉得如何 墨天机抬起头 看到来人微笑起来 来人正是黑魔 比昨天要抢 黑魔笑了笑 我知道你这几天 在发愁是吗 所以我想起 我们黑魔家族的一种秘法 看看能不能 对你有些什么帮助 秘法 墨天机眼睛一亮 我们黑魔家族之所以强大 不在于杀人 而在于匿迹 黑魔和和一笑 从怀中取出一本书来 轻轻的放在桌上 你们若是真的想冲上上三天啊 那可就是遍地敌人 而且都很强大 躲藏隐形 就成了必修的功法 他把书放在桌上 微微一笑 瘸着腿往外走去 我去找老墨下局去了 墨天机眼睛一扫 眼神凝重起来 这是一本古朴的书籍 纸张都已经脆扰不堪 似乎一碰就会碎掉 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年的岁月 封面上写着五个字 钱宗绝杀谱 小心地翻开封面 只见飞燕上写着 钱行虚无踪 杀人虚无形 清水入沧海 金龙隐晴空 墨天机一页页地翻看 越看越是心情激动 终于匆忙地写好了几张纸条 发了出去 另一个地方 奥歇云和谢丹琼正在对练 两人都是汗师重医 狼狈不堪 穷华飞舞 刷刷地飞过 奥歇云躲闪不及 腿上的衣衫 翩翩化作蝴蝶飞走 谢丹琼突然惊叫一声 看着奥歇云的腿 奥歇云的腿上 一抹金色鳞片 已经附在了小腿上面 闪闪发光 协云 你的鳞片这几天长得好快啊 谢丹琼兴奋得道 是啊 这段时间以来 不知道怎么回事 每天晚上都要做梦 变成一条龙 稀奇古怪 奥歇云有些苦恼 有些期望 但这终归是好事情 对 照这种进度 要是不停的话 最多半年 龙林就能覆盖到腰部 到那时就能开启龙脉宝藏了 所以我打算明天就把消息发给墨天机和古独行他们 到时候 大家一起过来 开启宝藏 谢丹琼犹豫了一下 这是你们奥家守护了上千年的东西 我们都来 不好啊 奥歇云淡淡的一笑 哼 以前楚老大在 有什么好东西 从来不分彼此 顾独行跟随楚老大醉酒了 也不见楚老大对他有什么特殊照顾吧 大家都是一样的 我奥歇云 就必须独吞吗 他叹了口气 再说 我也明白 要是没有你们在一起 就我一个人又有什么意思啊 不要说那宝库里有什么逆天的东西 就说现在的中三天所有力量加起来 去了上三天 又算个屁啊 王命湖 九大家族的人都来了 我们也看到了九大家族的风范 可是他们能够站稳九重天 我们就做不到吗 他们哪点比我们强啊 奥歇云愤愤的 所以我才想 跟兄弟们一起冲上去 尤其是立八天和陈飞陈 还有石家萧家那几个混蛋 叶家的人妖 统统干掉 谢丹琼哈哈大笑 便在这时有人来报 少爷 莫家主传来消息 请少爷尽快过去一趟 奥歇云和谢丹琼对望一眼 看来是有事啊 出去走吧 好 这样我也省得下通知了 到时候从那边一起过来就好了 对 带上负重 一起练功吧 别让那几个变态把咱们两个甩下 哈哈 说的是 不同地点 季默 顾独行 罗克迪等人 也纷纷接到墨天机的消息 众兄弟再次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 极北荒原 魏公子的洞府 魏公子一身清爽 从洞口出来 双手一挥 洞门关闭 身子飞腾而起 向另外一个方向急速而去 这么长时间了 也不知道竹子那闭关的如何了 魏公子一边走一边想 楚阳那个混蛋 不会真被淹死在亡命湖底了吧 那可就真的成了笑话了 九阶异象已经出现 那就说明九阶建筑没死啊 既然没死 这家伙又去了哪了呢 想了想 毫无头绪 还是先去找竹子吧 把我和陆陆的婚事敲定了再说 这事儿掉着 静不下心呢 这段时间里 楚大老板坐镇紫荆回春堂 日进斗金 转眼之间 从紫荆回春堂开张 已经接近一个月了 开始的几天 还是靠着楚神医 每天晚上出去打闷棍 然后第二天 接着为自己 昨晚的劳动成果 进行治疗 来赚取紫荆 不得不说 抢劫一次 再收一次诊费 其实来钱挺快的 但慢慢的 楚神医的黑心名头出去了 但高超医术 也名传在外了 从第十八九天上开始 居然不用出去打闷棍了 顾客多了起来 而且基本都是陈年旧伤 大家都是江湖中人 俗话说得好 人在江湖飘 谁能不挨刀啊 只要挨了刀 谁能保证治得好啊 这批上门的顾客 基本都是老人 而且是那种修为不是很高 但在各自的家族 地位都很重要 有些实权的家族老人 这事 其实完全想得通 和情和理 修为高的 基本上有身后修为压着 伤势暂时不要紧 地位低的 也付不起这里的巨额诊费啊 也就只有这些当年曾经受过伤 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出根 进而发展成陈年顾及的 而且这些人养尊处优 修为随着衰退 于是乎 这些隐疾就都冒了头 而令所有大夫都为之头疼的 恰恰就是这类病症 都几十年前的伤啊 谁敢说治得好啊 最多也就是舒缓一下 轻松一会儿罢了 这类病要想除根 根本就是吃人说梦 除了这些人 还有或者是一些小家族的族长 长老之类的 当然不是楚家这等家族 楚家在九重天不算大的 但在平沙岭还算得上是很大很大的 这种变化让楚飞烟瞪大了眼睛 小罗里楚乐儿也每天跑来跑去的格外带劲 楚神医现在很忙碌了 财员滚滚 但是楚神医却又厌烦起来 一天才一两百块的紫金入账 这要赚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楚神医仰天长叹 无限郁闷 这句话要是说出去 光是楚家人也能把它贬成猪头 要知道 楚家这么大的家族 每个月的收入除去所有开支之外 也就剩于一百多一点的紫金而已啊 如今这家伙一天就收入一百两百的 居然还嫌少了 于是楚神医痛定思痛 断然提高了门槛 想要看病 低于一百紫金的 不看 这一举动 立刻就招了一片骂声 但大家却又无可奈何 看楚大老板 一副死住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还真拿它没辙 平沙岭唯一能够治得了楚家的肖家分堂 已经被这位楚神医搞成了残疾 到现在都没有下文 剩下的豹家和廖家 更加不敢招惹背后有楚家撑腰的楚神医了 而且在经过肖玉龙事件之后 连阴招都不敢出了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嚣张 虽然价码提高了五倍 但是每天看病的 智商的还是不少 楚神医也就心安理得起来 颇有些勒布斯鼠的样子 呼呼的一个月过去 纯利润紫荆已经达到八千有余 若是加上楚阳原本就有的四千来块 紫荆数量已经突破了恐怖的一万块 这天 楚阳同时接到两个消息 第一个消息 让楚阳做梦都想笑醒了 肖家与利家发生了冲突 目前双方摩擦严重 随时走火 对于这边的事情 肖家暂时顾不上 对于肖家来说 区区一个平沙岭分堂 还真不怎么算回事 若是平常没事的时候 自然当做大事来办了 但现在多事之秋 利家可拥有了九节之一啊 肖家又距离利家不远 所以肖家当然知道取舍 第699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